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剛剛有提過就是萬一 範本裡面的頁數不夠或太多 你可以做修正 那這個呢就是屬於我們 在Press裡面或者是FocusSky裡面稱作的路徑 也就是說 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稱作每一個叫做頭五片 但是呢在FocusSky裡面 它其實就是每一個這個稱作路徑 所以你會發現 在上面有沒有看到有很多的數字 這個數字請你對應到這邊來就知道了 這樣了解 就是我們頭影片的這個數字 也就是它移動的順序 那今天如果你不夠的話你可以增加 那從哪裡增加呢你看 插入裡面 有一個有一個我看一下 內容布局是 沒有 來看一下 從這裡意思一樣 這裡有 幾個不同的有沒有 好那你先找到你想要放的位置 比如說我想放在這裡 那你就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跑進來了 這個地方就比較有點類似像TOWER的那個感覺 你就看一下 我要這個 可是呢 這個進來了 請問有沒有加到我們的路徑裡面 還沒有 因為你現在只是加入一個什麼內容 老師覺得這個畫面有在我們左手邊裡面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就說你有加內容 可是那只是好像你的 裝飾而已嘛 還沒真正進到你的簡報的範圍裡面 所以呢 你滑到這邊來之後 點到它 然後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有一個叫加號 這個才是真正把它加到你的簡報路徑 也就是說 我今天 雖然我放在這裡 我想要把 像我們切換簡報一樣 我到這裡 完了之後呢 我點到 下面這裡 我希望把這個 變成 完整的一頁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會不會調整順序呢 也會吧 所以 因為 你用這樣加進來 我也可以 假設你只看這裡 你也可以點到它加進來有沒有 所以它的概念跟我們在POWER的那種 一頁一頁就比較不一樣 它是比較屬於像物件的那種概念 所以 哪一個 範圍 比如說點到它 這個範圍我想要加它 加一下 你進到這裡的時候 它就是把這個地方入面放大 所以你才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用 一張紙 好像用一張紙 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講完 所以你在挑我們講的 待會我們從頭開始做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很重要 要找一張能夠呈現你 符合你要簡報的主題 或者你想要報告的內容 那個符 背景 你挑好了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去 完成後面的事情 OK 來給老師試看看喔 那種 謝謝你 謝謝你 stabilization